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官员6号说 该省桑克尔地区当天中午 发生一起客运列车脱轨事故 据路透社报道 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 超过80人受伤 据了解 这趟列车当天上午 从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出发 开往西北部开博尔普什图省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